陳新華發球 陳新華的打法是以射球為主 間中是突擊的 他的身材很高大 就適合打這個射球 因為他照顧範圍面積很大 就能夠救對方很大角度的球 所以有機會他反攻 這個球打得很好 就取成1比1 這一局是第三局的賽事 前兩局中陳新華 就贏21比17 輸14比21 這一局來講 只要再贏了 中國就可以奪得了男子團體的冠軍 陳新華 他應該是第四次參加這個世界賽 可以說是老將 暫時世界排名就是第19 雖然他是老將 但是瑞典隊和歐洲的人 就覺得 發夢都想不到 會陳新華會打這一場決賽 因為在最近這兩年裏 陳新華從未參加過歐洲的國際比賽 就未露過臉 那據中國隊教練說 就說他是秘密武器來的 因為他操 陳新華操了很久 就專門對付這個瑞典那種打法 那因為為什麼呢 他因為顏色那條例改了 球拍兩邊顏色 他知道陳新華就是打射球 就 你有兩邊顏色 我不用怕你 想就這樣想 但是陳新華的技術很好 他的反手長膠 就射球過去 下旋是很重的 有時重到 就連瑞典隊的選手都拉不起 所以看他的球 有機會陳新華的反手也可以攻 同時我看陳新華 他的表情就好像好笑 笑笑口 其實他的內裡是很緊張的 他的習慣就是這樣的 所以不知道的時候 就以為他 哇 這麼大的比賽 爭冠軍都這麼好笑容 其實不是 他的習慣是這樣的 我第一次見到他 我就想到那個花名叫他笑佛 他現在又是好笑 就證明他自己說話 可能就說 這個球應該是這麼大 有時削舞室 有時削下旋 讓他瞄準對方 很厲害 這個球很低 這個球很重 下旋 阿Wokner 都不敢拉起那個球 就猜回去而已 雖然他們的力量是這麼大 就因為怕那個球 是拉不起那個下旋 那麼重的 然後是5比5 打成平手的 那華勒就看看那個球 是否有難的 因為他打那個球 可能聽到聲音 就有點差 但是他用快 用快球板 令下那個球 又沒有事 所以就繼續比賽 因為呢 在比賽裏面 那個比賽裏面 如果不是爛了 就不能夠換球的 那現在見到5比5平手 其實這局球裏面 五分球都是平手 換句話 1比1 2比2 3比3 4比4 5比5 現在中國隊的教練 許曉花就在想辦法 就是怎樣 如果他贏了這場球 大家都很緊張 板球長膠 下旋很重 先拉起 好定 先拉起那個球 再拉一板 第四板 第五板 第六板之後 就落網了 所以我說陳西華 你拉他的球 他越削就越轉 下旋很重 那同時有時 就削過沒有西過波過去 你很容易出界 那華特勒呢 打幾球球 見攻不到 就轉 就先拆幾球球 但是呢 陳西華一見你對方 一不攻的時候 他就可以用正手 攻擊過去 就來得分 8比5 領先3分 那陳西華呢 反手能夠削之下呢 就亦都能夠 能夠放高球的 那我們替他打呢 經常放高球 十幾板都打他 不死的 那暫時呢 他就要9比5 就領先了 那男子團體賽裡面呢 中國隊就跟這個 瑞典爭冠軍了 那至於香港隊方面呢 就有男子呢 是排名第十一的 那另外一隊呢 中國台北 就有男子的團體賽 粵組賽裡面呢 就是排第二位置 下一屆呢 就會升上去甲組的了 那由於現在滿了十分波呢 大家又要是換位置了 現在滿了一顆球 他見前面呢 猜拳球贏不到 就繼續搶攻了 因為如果你不搶攻了 就會輸了 那最後呢 他再拉板斜線呢 又得到一分 現在瑞典隊呢 看過教練都沒有什麼表情 因為呢 都要對付陳辛華 其實沒有辦法了 打你就打你不死 防守了 又被你攻 所以打到他自己都 戰術都亂了 一亂的時候呢 就很容易就會輸下去了 6比11 那陳辛華這球球呢 就有點鬆一點 那球球呢 就不應該這樣攻 隨便攻過去呢 他應該就削回去 有機會那球高一點 才扣過去 那可能呢 他見領先就6分那麼多 所以呢 就是希望呢 就搏殺呢 就贏多幾分的 快一點呢 就打長這場比賽了 繼續拉壁 拉得很辛苦 整隻手拉快 扯上天花板那麼高的 再放短球 這球球都很漂亮啊 雖然呢 就這樣戒那個球 一閘的球很短 但呢 陳辛華的長膠呢 就打這個下船打得很好 看一下 就看慢鏡頭 再拉板 一閘的球很轉的 但陳辛華的長膠呢 就是破了他這個閘球的 陳辛華呢 就很緊張 再繼續了 12比7 我們陳華的步伐 警針好 他削完之後呢 能夠走回到中間 還完判兩個位置呢 就來判斷對方 再打下一板的 那看中間 他第一二局球呢 就陳辛華呢 就專門後 這個華達納 華達納的中路 而到第三局球的時候呢 我們發覺呢 他就後回他兩邊 就打不同的戰術了 那球轉得很厲害 那球呢 華達納又拉了幾乎落了網 再閘一板 再拉一板 那陳辛華就先穩住了 跟你摸 即是大家鬥摸 看誰失了 那最後呢 陳辛華就是 射球呢 緊緊的 就不過網 如果過到網呢 那球就肯定 是 這球是好球來的 那陳辛華 看見輸了分 就定一定先 那通常呢 這種 合法的 合法的 就是所謂 偷雞了 就是定一定先 那麼 冰森球呢 下一屆奧運會呢 就會成為正式的比賽項目了 那唯一沒有呢 就是沒有這個團體的比賽 那單項的比賽呢 就會有的 那現在呢 中國呢 就積極培訓這一方面的選手了 就是希望在下一屆奧運會裡面呢 是奪得幾面 金牌呢 就成… 成…成為呢 就是一個強國的 那麼 那陳辛華呢 然後呢 然後呢 表情呢 亦都是一樣 小小口 但是在內邊呢 都很緊張 因為呢 唯有幾分呢 他就埋到尾了 再衝個板 很漂亮啊這個球 那麼他用長球法的無鑽之下呢 阿滑娜呢 就不敢攻 就猜… 猜個球過去呢 就稍微高一些 那麼陳辛華看到這個時候 有機可乘的 就一個側身呢 就扣殺了 又得到分 那麼他的發球 陳辛華發得很好 能夠發有轉無轉 令到對方是 經常吃西的 那麼陳辛華的好處呢 就是呢 他每一板球都很留心 他旋轉的變化很強 能夠有轉和無轉 讓對方呢 一有…一有 一點點不留心 就會吃西的 阿布堅在這裡呢 就是跳跳一下 就希望華特勒 就贏了這一分球呢 因為他是打第六場的 所以呢 他要做這個熱身運動 通常呢 在第六場的裡面呢 球員呢 亦都在準備中 雖然呢 陳辛華現在贏中15比10 但是中國隊的陳龍燦呢 現在還在場邊外面呢 亦都在熱身中 準備打第六場 因為呢 如果你不準備的時候呢 已經變成了 陳辛華應該贏的時候 變成了輸 變成了這個信心 就會失了的 那麼再呢 華勒繼續發球 11比15 落後呢 那麼陳辛華呢 見到呢 有機可乘了 而且有大把半船 有六分那麼多 這個球呢 就繼續搶功了 想搶功了 這個球實在太短了 搶功不到 所以上一把 這個球呢 他沒有用力呢 就削了下 削了出界的 apon 。 十二比十六 陳辛華不風不亡 先定一定 用手指一指 慢慢來 不要急著 我只是… 因為我還沒站著 你打開球打不合法 再拉板 好重聲啊 它很靚 好穩定 這個球好短 這個球呢 用長腳那球一街的球 會側旋的 然後剛家良是打氣 希望陳真說贏完這一場球 他又不用打第七盤,又這麼辛苦了 因為你未贏到第五、五比零或者五比一 你都未敢說贏了 因為通常世界賽很多時都是四比零 四比一在贏的時候以為贏 其實分分鐘輸回五比四 所以大家都很緊張 尤其是中國隊 因為在兩年內被瑞典隊 經常都說贏中國隊 變成中國隊的調氣被他疾住 因為他在主場 天時地利人 同時瑞典那三個選手 狀態很好 在外面的冰箱球界也認為 瑞典這次有機會得到世界冠軍 但現在世界冰箱球的觀察家 就跌了一半眼鏡 現在暫時在中國就要四比零領先 盤數方面 雖然打成一比一 但現在分數是領先幾分 陳真說贏完這幾分 就可以得到這個男子團體的世界冠軍 雖然中國隊贏四比零 我們看前面的分數 就很接近的 就二比一 或者二十九 二十二比二十 凋馳這樣贏 所以不能夠看四比零贏這麼多 沒得打 其實這場球是有得打的 但是瑞典隊實在太緊張了 就發揮不到它的原來的水準 相反中國隊 就勝於徐仁生田昌說 就從零開始 六項錦標就是上一屆的次 今屆一項都未有 所以今次我們就是 拿得一項就一項 所以中國隊就來搏 來搏這次世界賽 再拿一份 就可以拿這個男子團體的冠軍 結果二十一比十四 盤數方面是二比一 是贏了的 總場數方面 就五比零 就拿到這個冠軍的補助 好